苦屁事 我現在就沒有那個心情會插桌的 然後明天再後悔 蛤? I don't give a fuck 我們身邊常常都會有這些很八卦的朋友 譬如說告訴你 欸 你知道你前男友要交女朋友了嗎? 或者是 欸 你知道他好像離職了嗎? 那如果你今天根本就不在乎 你覺得 苦屁事 那除了I don't care 還有什麼其他的說法 可以告訴人家說 我不在乎啊 今天呢 我們就來學7種不同的你要表達 告訴人家說 我真的是不在意的不同說法 從聽起來呢 有一點好笑 可是又漸漸的 然後又不那麼直接 到稍微有一點粗俗的 就是你覺得跟你身邊很近的朋友說 到比較婉轉 你要告訴你比較沒有那麼熟的同事 或朋友的不同說法 第一個呢 譬如說你身邊的一個八卦婆來告訴你說 哎 你知道Alex又交一個新的女朋友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真的覺得 我真的不在乎耶 你就可以跟他說 I couldn't care less I couldn't care less 那這裡要注意的一個發音細節呢 就是 Less 這個字 這個是我們在上一支影片有提到過的 就是短音的 ㄟ ㄟ 的音 因為很多人在念這個短音的 ㄟ 的時候很容易念成 ㄟ 或者是會有一個 ㄟ的音 I couldn't care less 或 I couldn't care less 所以這個 E呢 我們是念短音的 ㄟ ㄟ I couldn't care less ㄟ Less 練習的方式呢 你要怎麼樣念得順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單獨只念這個字的時候沒有問題啊 可是連在一起念的時候就亂七八糟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慢速來練習 I couldn't care less 念順了之後 我們再一次一次的加快 Say I couldn't care less 那要注意的呢 就是每一個發音的小細節都要念清楚 你不能因為你念得很快 你就 I couldn't care less 就是 蛤 你自己錄一次來聽 你可能都聽不懂你自己在講什麼 所以你要把發音發的漂亮 就是要連這些小細節都要念得很清楚 那你前面幾次呢 慢速慢速 念得很順之後 然後最後呢 你就可以念成 I couldn't care less 這樣子呢 你就是可以連速度念得很快的時候 都還是念得很標準 第二種說法呢 你可以說 That doesn't bother me 我們身邊都會有很多人 想要給你很多不一樣的意見 如果今天呢 你的同事告訴你說 誒我覺得你這個要怎麼樣做 可能會比較好 我覺得 這樣子別人會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時候你可以跟他說 Well It doesn't bother me 這件事情在意的是你 不是我 或者之前也會有人問我說 你會不會很想要撕掉一些標籤 那這時候如果我想要說 I don't care 那我就可以跟他們說 It doesn't bother me 那更進一步呢 就可以說 Well It bothers them not me 所以在意的是他們不是我 那 Bother這個字呢 其實沒有一個非常直接的中文翻譯 你可以翻成某件事情 讓你覺得很煩 或者是讓你造成你的困擾 也可以是 讓你沒有啥 譬如說今天你想要問你的室友說 以為一直用你的電腦 讓你不高興 讓你不爽嗎 Does it bother you that I keep using your computer 第三種說法 Like I care 意思就是說 哦 好像我在意一樣耶 所以譬如說 到你身邊的人 你告訴你 哦 你知道嗎 Jenny下個禮拜要出國 然後他上個月才又去了哪裡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你就可以說 Like I care 那你如果可以笑笑的講 又更好 因為你也不會很直接 好像很不禮貌的說 I don't care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說 Oh Like I care 意思就是 好像我很在意一樣耶 第四種 我們只跟我們自己很熟很熟的朋友 才會這樣子說 譬如說 當你就是很想吃 很想喝的時候 然後身邊的人跟你說 你最近真的變胖了耶 你好像不能再吃了 就可以說 I don't give a shit Or I don't give a damn Or I don't give a fuck 然後米人再後悔 哈 第五種 Only if I care 意思就是 那也要我在乎啊 譬如說 我今天跟一個我之前的同事一起吃飯 然後他在告訴我一個 以前我很討厭的 另外一個同事的事情 我都好不容易離職 擺脫他了 我才不想知道他發生什麼事了 那如果告訴我說 欸 你知道 Jessica出國讀書了嗎 我就可以說 Oh Only if I care 你也可以把這個融合 剛剛我們講的那一句 I don't give a shit Or I don't give a damn 那如果今天你跟一個很close的朋友 然後他告訴你一件 你根本就不在意的事情 你就可以說 Only if I give a damn Or only if I give a shit 那接下來我們來學兩個 比較完整 聽起來比較有禮貌的說法 譬如說呢 今天你一個很不熟的同事 告訴你那個marketing team的誰 又跟PR team的誰在吵架 那這時候呢 首先你是不在意啦 那你又很不想要繼續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他就一直講不停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說 I rather I don't get involved 意思就是呢 呃 我是比較希望我不要躺進這趟浑水 或者是我不要干涉這件事情 Involved is 就是你參與在其中了 或者是這件事情 呃 有波及到你 我不希望這件事情 我加入這個佔局 或是我不想要 be part of it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說 I rather I don't get involved 那我們來念一個慢版的 I rather I don't get involved 那一樣的這些發音的小細節 都要念清楚 尤其是involved 因為他後面有加上ed 那很多人在這個腳後面有字尾的 譬如說 liked involved ignored 的那個t 都沒有發的很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發音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後面結尾有ed的時候 那要記得把那個t 或t 念清楚 最後一個呢 That's not my priority right now Priority 意思就是你的優先順序 這件事情呢 並不是我現在排在最前面去煩惱 去關心的事 那就說 如果呢 譬如說你的朋友啊 你的同事啊 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你覺得 我現在這麼沒有心情的插擠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跟他說 Oh that's not a priority for me right now 我的英語口說課程即將要開始募資 在這堂課裡面呢 我會教一些發音的小技巧 然後還有在說話的時候聯音的一些規則 裡面呢也會講到一些很道地的理語 還有一些流行用語 課程的問卷呢 我一樣還是會留在資訊欄裡面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分享 Stay tuned